常常也有人問到 就是一旦得到肺炎之後 其實醫院的同仁都會勸你戒煙 對於吸煙者 吸煙跟肺炎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簡單而言 吸煙是一個有百害而無益的一個動作 的一個習慣 因為煙吸到肺部之後 其實會造成我們呼吸道 彈役的增加 呼吸道細胞的變性 造成呼吸道永久的一個變化 很清楚的吸煙的人 他在氣管 支氣管 在肺部 有些人會開始出現細菌 長時間的聚集 於是他會增加肺炎發生的機會 所以文獻研究非常清楚 告訴我們說吸煙者 他得到肺炎的機會是不吸煙的人的兩倍 同時吸煙者因為他長期吸煙之後造成 肺部功能的一個損害 於是他得到肺炎之後 他的死亡率也是正常人的兩倍 所以吸煙對肺部而言是一個絕對不好的一個動作 對身體的其他器官也一樣不好 他會造成心血管疾病 會造成腦血管疾病 所以抽煙他是不好的 但是一旦你已經發生了肺炎之後 那你就要趕快戒煙 因為戒煙之後會讓肺功能的一個損害會停止 那所以戒煙者他的肺部的功能 會維持在跟不吸煙的人一樣的一個減緩的速度 那這些都需要大家的一個提早警戒 所以我們在住院的肺炎病人在出院的時候 那如果是吸煙者我們都會開始啟動這個戒煙的一個動作 希望各位病友能夠配合